就在美西方国家物价飞涨,国内动荡不安之时,王毅和布林肯在出席儿时国集团外长峰会期间,举行了长达五个小时的会晤。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再次表示,美国不寻求唯独中国,并致力于管控双边关系的风险因素。 实际上尽管美国人的表态不可信,但是他们能说出这样的话来就已经证明,美国准备服乱了。 因为之前美国高官一直在高喊从实力地位出发,不断地展示美国高高在上的姿态,生怕别人已经忘了美国才是世界霸主。 美国之所以能有这么大的转变,并不是他们良心发现,而是他们忽然发现,在世界一片乱局之中,我东方大国这边风景多好。 事实上中国已经在多个高精尖领域实现了多点突破,直逼美国的心理关口。 一是在大国重器上,中国飞船上天,让美国不带中国玩,变成了中国不带美国玩。 中国第三艘航母下海,直接实现了弹射起飞,追平了美国。 在大飞机项目上,也正在奋起直追。 7月8日,中国商飞C919大新客机,在北海机场成功着陆滑入停机位。 此次北海机场成功保障C919飞机,完成功能和可靠性是非,就已经为国产大飞机取得失航症,早日投产加快了步伐。 二是在生命科学领域,中国已经在基因组学、合成生物学、干细胞等领域实现了整体性突破。 其中从二氧化碳到淀粉的人工合成,就在国际上首次实现了淀粉的人工全合成,将在下一代生物制造和农业生产中带来变革性影响。 三是在信息科技领域,中国以芯片和元器件计算能力、通信技术为核心发力点,大力推进5G通信、量子信息以及绿色能源,并在一些细分技术上已经成为世界第一名。 四是在人工智能领域,五国人工智能的应用正在不断扩大规模,特别在电子商务、自动驾驶、医疗健康、工业机器人等领域的应用已经走在了世界前列。 面对来自中国的挑战,美国政客们开始慌了,他们终于认识到,中国才是他们首要甚至唯一的竞争对手。 于是在2014年,奥巴马高调宣布重返亚太,在2018年,特朗普掀起对华贸易战。 在2022年,拜登刚上任不久,就搞出了一个印太经济框架。 可以说,这些都是为中国量身打造的,其目的就是要阻止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的快速发展。 其中以下三个措施对我们的威胁比较大。 一是所谓的印太经济框架。 今年5月23日,拜登在日本东京高调宣布,正式启动了印太经济框架。 目前他共有13个初始成员国,他的DDP占全球40%。 虽然说目前这个框架还只是一副空架子,但是一旦印太经济框架相关细则实施和落地, 将加速中美脱钩,甚至可能造成中国国内产业链外迁的恶果,所以中国不可不防。 二是全球基础设施和投资伙伴关系。 为了对抗中国的一带一路计划,对冲中国的影响,拜登也想搞一个全球的极简计划。 于是在6月26日的德国巴伐利亚第七峰会上, 美国抛除全球基础设施和投资伙伴关系新计划,准备投资6000亿。 与中国在大基建领域,开展全球竞争,三十望图将北约扩展到中国周边。 大家都知道,由于美国一再违背承诺,已经将北约扩展到了俄罗斯的家门口,这才引发了俄乌战争。 如今拜登竟然还想把北约扩展到亚洲,实在是丧心病狂。 在西班牙马德里北约峰会,美国不仅邀请了日本、韩国、澳大利亚和新西兰。 这四个非北约成员国参会,还把靶子再次对准中国。 中国已经被在地理上扒杆子打不着的北约,列为了军事挑战。 这就已经说明,美国现在和中国开展的是谨慎搏斗,正在中国周边不舍多张大我。 其图彻底困住中国的手脚。 不过在参会的四个亚洲国家中,日本和韩国态度的转变,其背后的原因, 可能并不像许多专家分析的那样,和现任的领导人有关。 因为除非一个国家的领导人存在思维上的问题,不然他们是不会拿国家利益开玩笑的。 之前在岸田上台后,日本对中俄的态度都发生了重大变化。 而韩国新上任的总统,也越来越倾向美国,对中国并不友好。 其背后的原因,很可能是因为中国的发展,已经抢占了日本和韩国的生存空间。 韩国总统经济首席秘书崔项木,就曾经公开表示, 通过中国实现韩国出口经济繁荣的时代已经结束, 实际上这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成为了现实。 因为中国正在芯片、汽车、动力电池、造船等韩国的支柱性产业领域, 实现了对韩国的超越,甚至取代了韩国的位置。 在芯片上,中国已经在闪存领域迅速发展。 其中长相存储的闪存,已经达到了全球顶尖水平, 长新的野力三星只有一步之遥了。 在汽车上,随着新能源汽车兴起, 比亚迪、魏销利等品牌,早就已经超过了韩国的新能源汽车。 在电动电池上,以前比亚迪与LD合作, 如今中国的宁德时代,比亚迪等中国企业, 已经在动力电池这一块非常突出, 甚至特斯拉都要与这两家企业合作了。 在造船上,2021年的时候, 中国造船完工量3970.3万载重吨, 新机订单量6706.8万载重吨, 手持订单量9583.9万载重吨。 这三项指标均是全球第一, 全面超过了韩国。 另外在显示面板、智能手机等领域, 中国也正在超过韩国。 因此韩国政界得出了, 韩国不再可能依靠中国而保持领先, 也是情有可原的。 不过这并不是中韩关系的全貌。 韩国建国大学经济学教授崔培根就表示, 过去20年,如果除去对华贸易顺差, 韩国对外贸易有10年是逆差。 对华贸易脱钩可能会导致韩国再次成为贸易逆差国。 数据显示,韩国从1998年到2021年连续84年实现贸易顺差。 1992年中韩建交后, 1993年韩国即实现对华贸易顺差, 到2021年连续保持顺差。 如果新任韩国政府真的准备与中国脱钩, 恐怕真的要做好迎接常年逆差的准备了。 不过这对中国来说, 也不是一件好事。 因为美国正在从日本过渡到韩国, 越来越贴近中国, 这可能让中日韩三国自由贸易去, 彻底泡汤。 应当承认, 在大国竞争上, 美国不仅有丰富的经验, 也有坚实的理论基础。 比如哈佛大学教授, 国家竞争优势理论提出者波特, 就曾经提出下面两个观点。 一是全球科技发展通常以60年为一周期循环往复, 新一轮科技革命叙事待发。 二是全球大国以100年左右为一周期次第崛起, 时代发展将促使新的大国崛起。 如果按照上面的观点, 中国从1949年建国到2049年正好100年, 正好与波特的理论对上了号。 同时这个时间点也符合我大国分三步走的时间点, 实在太巧合了。 如果从1978年改革开放开始计算, 至2038年正好60年, 按照现在的发展态势, 中国科技很可能在这个时间节点前, 全面冲上世界前列。 实际上在改革开放以来, 中国所取得的巨大的成就, 更多的还是依靠人口, 投资红利得来的。 但是要想从中国制造, 转变为中国制造, 中国必须尽快掌握核心科技, 只有通过不断的创新, 才有可能最终为经济带来新的增长与繁荣。 不过同其他国家相比, 我们也有一个世界绝大多数国家都不具备的优势, 一个960万平方公里, 14亿人的超级统一大市场, 这在全球范围内还真的少见。 近日中, 王毅和布林肯举行了双边会晤, 中方明确提出了四份清单, 要求美国立即进行对应的整改。 这给人的感觉好像中美之间的位置, 已经倒了过来, 我们已经从被动挨打的角色, 转换为主动出击。 同时这也意味着, 美国想把新铁木拉到中国家门口, 彻底切断我们与世界的联系, 已经绝无可能了。 如果美国一意孤行, 恐怕最后被孤立的不是中国, 而是美国人自己。 没关系, 几乎你快点出操终的身体, 那个移动的腿迫壁出品,